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接下来想和大家谈谈能源问题 台湾的能源问题 相信是很多人都是期待 新政府上任之后 能来帮我们着手解决的 但是好像发现 现在看起来 我们整体的能源政策 依旧混乱 搞不太清楚 赖清德想要怎么做 而整体刚才提到的 这个气候变迁小组 到底要干什么呢 现在气候变迁小组 是惊喜的 延览了和硕董事长佟子贤 好像带来了一丝希望 因为佟子贤他很明显的 就是和政府是反对的立场 本身是永和的态度 所以现在被赖清德任用 是有什么讯息要释出吗 不过呢佟子贤也说 他既然已经被任用了 有一些大实话 他想和大家说清楚 也要和赖清德总统 好好的面对面讨论 他说呢 反合者相信大多 也是都是爱护台湾的环境 但是不应该让大众误以为 绿能这两个字 是简单就能办到的 而且实际上可能要损害 许多海洋生态 农田土地 才能满足绿能发电 达标的需求 像是现在很流行 什么农电共生嘛 余电共生 但是事实上 农电共生发现 很多是甲种田 真种电 发现是侵害到农民的权益 那鱼电共生呢 才发现鱼根本养不活 等等等等的 这些事情是很多的案例出现 所以绿能真的不是某些人口中 这么简单的事情 也没这么何康 所以童子贤认为 如果核能占比 能够设定为30% 并不是说我们要全面的 100%仰赖核电 但是也不能全面的 只仰赖绿电吧 应该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那最完美的比例状态 可能是核电占比30% 那就可以不需要 为了太阳能发电 而摧毁生态农田 这就是童子贤想告诉大家 关于绿电的大实话 而且所有的能源选项 重点都应该是要让台湾 能够减少碳排 要能够稳定供电 被国际承认是相对干净的能源 而他表示呢 进入到委员会之后 会和赖清德来交换意见 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 童子贤这三句话 他没有在非常明显的 指指核能这两个字 但是相对干净的能源 大家一看也知道 其实现在国际普遍公认的 真的就是核电 那另外农业部前部长 陈吉仲 他也发生了 好像也是想告诉 现在的新政府一些事情 如果农地光电 是为企业增加绿电能源供应 那就和农地工厂 为经济开发而征收农地相同的 就是在破坏农地 就是在侵害农民的权益 所以呼吁现在的新政府 应该要赶紧来公布 农业用地政策白皮书 因为看到呢 很多人的农田就这样被征收 开始狂盖这个太阳能光电板 结果呢 反而是侵害到农业的生态了 中国时报也想问 童子贤 你真的能够坚持你的立场吗 那当然因为我们有一个潜力 就是现任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郭志辉上任之前 其实也透露出他个人的立场 并不反对核能的 但是好像在入阁之后 有一点被民进党给 这个非核神主牌给挟持了 钳制了 所以呢 中国时报就表示 我们能够期待进入到 官僚体系之下的童子贤 不改旗帜吗 这当然也是一个各界 对童子贤的一个担忧 也是一个期待 另外政府说不缺电嘛 之前郭志辉应该是才两天之前 现身说台湾真的不缺电 还说大家用电愉快 但是看到连这个首善之都 台北市信义区 狂缺电 狂停电 然后为什么停电 原因代查 查证中所有都是不明原因 影响到了将近千户 尤其现在大家冷气都开起来了 因为真的是太炎热了 夏季的这个用电量够吗 台电发言人表示 每个月每周都在滚动市 检讨尖峰负载用电量 那也承认了目前估算下来 预估的用电量是有增加的 所以台电真的要假把劲了 那在这些能源政策 掀起了一些风波之余 昨天传来一个新消息 我们政府是摆着 相对干净的核电不去用 相对稳定的核电不去用 然后说要来发展绿电 说这些话的同时 人民正在被迫要用废发电 因为卖辽的电厂 应该确定会延绎到 2025年自然引发了争议 燃煤是一个最破坏环境的 一种发电方式 结果政府现在要重新来启用 延用 那今天部长郭志辉的说法 是因为这也是不得已的 因为卖电是有跟台电 签下合约的 那没有达到合约要求的发电量 所以他认为延议只是为了 要把合约走完 必须要依法行事 这样的依法行事 牺牲的是人民的费 尤其是云林人真的很可怜 再来联合报也说了 不跳电台电到底敢不敢保证呢 今年的用电量是增加的 因为越来越热 那台电盘点未来发电能力 认为是足以负担 每一次都讲说足以负担 但问题是妥善率的改善速度 缓不济急 民众要的不只是不缺电 还要不跳电 这样的承诺 连涨三年电价的台电 可以给国人足够的信心吗 好 这是一些今天新的社论 想问问我们的新政府 而刚才提到了这个佟子贤 被阎缆进入到赖清德的 气候变迁小组里头 但是佟子贤过去 挺和的立场会不会因为 被政府收买而有一些转变呢 好 前总统马英九之前听到嘛 就喊话 你既然找了佟子贤 就要认真地面对核能 而佟子贤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 再次强调挺和的立场 没有改变 还喊话政府不要再误导大众 找来挺和的 合硕董事长佟子贤 担任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 副召集人 这代表政府反和立场 松动了吗 前总统马英九喊话 政府既然要用佟子贤 就要认真面对核能 找佟子贤担任副召集人 媒体解读赖总统希望 面对减碳问题 但采行核能是选项吗 所有的能源选项呢 都要对台湾有利 要让台湾能够进入减少 汤牌 能够减少汤牌 就会被国际承认是比较 相对干净的能源 佟子贤必谈核能两字 生怕给赖清德难堪 同场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还被绿委王世坚形容是核电自走炮 要卓榮泰管管他的发言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我还不知道会讨论到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所了解的大概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讨论的命题 那总统大概是希望能够多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这个会议当中就是可能还是会把核能这件事情也讨论进去 我不太清楚 我不是这个会议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 郭志辉说要核二核三 再修法通过就可以研议 后来被打一个巴掌之后 囤进去了 现在变成是不要核电 因为他想当官 他的原则全部丧失掉了 但佟子贤曾表态挺和 是否会跟经济部长郭志辉一样 最终遭党义凌驾 前立委陈婉慧都是有不同看法 官返和的这个省主牌上面 我觉得目前赖清德他还在测那个风向 所以佟子贤最后是不是会演成跟郭志辉一样的脸孔 也不一定 赖清德就职时夸口要让台湾成为AI之导 但连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都担心台湾电不够 警长郭志辉强调不缺电 要台电7月起公告用电量安抚外界疑虑 但关键的核能态度显然赖清德还在测风向 记者郭先生蔡平洋台北财温报道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一起来快点够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164 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164 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